要力挑 投手一技在建三振 健康国小棒球队在国小棒球软式联赛中击败对手 让球员们高兴的大声欢呼 能够从比赛中晋级真的很不容易 因为身为台北市的小学棒球队 光要找练习场地都很难 在学校走廊拉起围网 球队得利用下课或放假时间练习 确保不影响其他学生的活动空间 但球场经验要靠比赛练习 球队除了到明泉公园练习 甚至连松山机场对面的空军基地 都成了他们练习的场域 棒球是一个需要比赛去磨练的运动 不可能说单靠训练就可以一直去成长 一定有些是比赛的东西必须要去提升 那当然没有场地 那就更不可能会说 可以去找其他球队来比赛 来训练这样子 军方提供场地给孩子练球 但遇到疫情加上军营以防 球队教练干脆和家长协调 决定带着球员一地训练 往前走 没关系往前走 小小身躯拖着行李 从台北到宜兰 球员们一早要跑步到球场 晚上还有夜间训练 洗球裤 折衣服 通通自己来 过程中的辛苦全写在脸上 就是因为一直戴太阳镜 然后口罩脱掉没有戴 因为像我们练习时间一般是上午四个小时 那去到疫情训练我们的时间可能拉到八个小时 甚至说十个小时都是接触在棒球训练上面 所以可以让他们去思考一下 到底对于棒球他们是一个怎么样的认知 怎么样的想法 对于棒球他们是否是真的对有兴趣 有热情继续做这些事情 加入球队除了学团队合作 更要训练独立 因为教练一个人只有两只眼睛 无法紧盯每一个人 最在意的还是球员的安全问题 毕竟每个孩子的运动生涯才正要开始 以往来说学校是没有给我们太多战机上面的压力 但是没有人训练或是去比赛是希望输球的 小朋友也希望要有成就感 所以我们希望是我们硬体设备慢慢提升上来 我们软体的脑袋也提升上来 教练也提升上来 家长也提升上来的时候 我们当然是希望我们成绩能够一年比一年的好 练球比赛就是希望能获得家机 除了这几年投入的硬体设备 还有家长做后盾 现在校方希望可以寻找固定的练球空间 让球队能够持续成长 一人孩子的棒球梦 记者邱世民台北报道